俗华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摊坊 经过连日抢修 终于在昨天傍晚抢通了 但由于现场还在进行编坡防护作业 因此今天到18号只开放三个时段通行 而今天一大早天都还没亮 就有近百辆的车辆在管制站前等待 就连花莲吉安乡农会的运输车 也提前发车北上卖菜 以免影响到菜价 头版车大货车一台接着一台排队等待 长长车潮看不见镜头 苏华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摊坊 直到15号傍晚周五一抢通 16号一早天都还没亮 就有近百台车等待通行 后运驾驶心急如焚 因为路虽然通了 但现场还在进行编坡防护作业 因此16号到18号 每天只开放上午5点到8点 周五11点到下午1点 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7点 这三个时段通行 直到18号傍晚5点后 配合春节开放到31号之前 才是全天候通行 那16号到18号 我们要继续做坡面的一个 配向作业 所以说我们一天只开放三个时段 苏华公路管制通行 华莲吉安乡农会也抓紧时间 调整蔬菜运输车发车时间 提前一小时急货 抢在中午通过管制路段 提早到11点急货 11点发车 让它可以顺利通过输 然后可以到台北一二市场 去做拍卖 比较不会影响到菜价 缩化公路强通 解决交通困扰 摊放现场也持续编波 稳固作业 这派能让民众春节安心 返乡出游 记得成见 花联报导